好好对我们家小子、杨子和肖战的感情不仅仅是甜蜜,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下也得到了成长,不管是在表演艺术上的探讨,还是在生活中的点滴关怀,他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进步,他们会一起探讨剧本,一起排练戏份,他们会在闲暇时光,安静地阅读,分享彼此的心得,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,这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和坚固。 面对未来,杨子和肖战充满了期许,他们曾在私下许下承诺,无论未来怎样,都会不离不弃,一起面对这份承诺,既是对彼此的信任,也是对感情的忠诚,我们相信,杨子和肖战这对甜蜜的情侣,会在彼此的陪伴下,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,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,他们的故事,也会继续书写,成为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,杨子和肖战的这份感情, 无论是戏里戏外,都充满了真挚和纯粹,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向我们展示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,无论未来怎样,我们都祝福他们一直幸福,携手走过每一个美好的岁月。 杨子和肖战首次合作是在一部热门电视剧中,两人饰演一对情侣,尽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,但在拍摄过程中,两人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,无论是戏里的甜蜜互动,还是戏外的轻松交谈,都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化学反应, 这种微妙的火花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也让他们自己对彼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,在随后的合作中,杨子和肖战继续展现了深厚的友谊,无论是在剧组的日常拍摄,还是在公开活动中,他们都表现出了对彼此的支持与关心, 例如,在一次采访中,当被问及最欣赏哪位同事时,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方的名字,并详细描述了对方的优点,这种真诚的态度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,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,除了工作上的合作外,杨子和肖战在私下里也有很多亲密的互动,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,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,有一次,两人一起去旅行, 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许多合影,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下了他们美好的时光,也向外界展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,此外,他们还会在对方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和支持,这种无私的帮助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牢固,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环境中,杨子和肖战始终保持着对彼此的信任和支持, 当他们面临外界的质疑或批评时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对方辩护,有一次,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负面评论,指责杨子的演技不佳,得知这一消息后,肖战立刻在微博上发文力挺杨子,称他是自己见过最有才华的女演员之一,同样的,当肖战遭遇网络暴力时,杨子也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他发声,表示相信他的人品和能力, 这种相互扶持的精神让他们成为了圈内的模范情侣,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子和肖战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也在个人成长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,他们深知彼此的重要性,因此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,以更好的陪伴对方走过未来的每一天, 有一次,在接受采访时,杨子提到他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实现自己的梦想,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,而肖战则表示他会一直陪在他身边,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,这种共同成长的美好愿景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稳固,对于许多粉丝来说,杨子和肖战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CP,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生活中,两人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和深厚的感情基础, 粉丝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照片和视频,表达对他们的喜爱和支持,有一次,一位粉丝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话题,警号杨子肖战永远在一起警号,很快就得到了数万人的转发和点赞,这种热烈的氛围不仅反映了粉丝们的热情,也体现了杨子和肖战在大家心中的重要地位,总之,通过观察杨子和肖战对待彼此的态度,以及他们与其他演员的互动,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心中最爱的一直是对方,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情感纽带,不仅让他们成为了圈内的模范情侣,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,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一起走过更多风风雨雨,共同创造属于彼此的幸福生活。 随着余生,请多指教的热播以及杨子和肖战之间的特别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,不少观众也开始期待两人能够再次合作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杨子和肖战的演技真的很棒,他们在一起的感觉也很特别,希望他们能再次合作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一位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,另一位观众则表示,看到他们在余生中的表现后,我就成为了他们的忠实粉丝,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多多合作并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。 除了观众的期待外,不少业内人士也对杨子和肖战未来的发展表示看好和祝福。 他们认为两人都是非常有潜力和实力的演员,只要能够保持初心和努力,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 在娱乐圈中,明星之间的互动总是备受关注,近日,关于杨子和肖战对待彼此的感觉引发了广泛讨论,通过观察他们与其他演员的互动,我们可以发现,他们心中最爱的一直是对方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对明星之间独特的情感纽带吧。 杨子和肖战首次合作是在一部热门电视剧中,两人饰演一对情侣,尽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,但在拍摄过程中,两人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,无论是戏里的甜蜜互动还是戏外的轻松交谈,都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化学反应。 这种微妙的火花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也让他们自己对彼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。 在随后的合作中,杨子和肖战继续展现了深厚的友谊,无论是在剧组的日常拍摄还是在公开活动中,他们都表现出了对彼此的支持与关心。 例如,在一次采访中,当被问及最欣赏哪位同事时,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方的名字,并详细描述了对方的优点。 这种真诚的态度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,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,除了工作上的合作外。 杨子和肖战在私下里也有很多亲密的互动,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,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。 有一次,两人一起去旅行,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许多合影。 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下了他们美好的时光,也向外界展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。 此外,他们还会在对方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和支持,这种无私的帮助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牢固。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环境中,杨子和肖战始终保持着对彼此的信任和支持。 当他们面临外界的质疑或批评时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对方辩护。 有一次,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负面评论,指责杨子的演技不佳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肖战立刻在微博上发文力挺杨子,称她是自己见过最有才华的女演员之一。 同样的,当肖战遭遇网络暴力时,杨子也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她发声,表示相信她的人品和能力。 这种相互扶持的精神让他们成为了圈内的模范情侣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子和肖战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也在个人成长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 他们深知彼此的重要性,因此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,以更好的陪伴对方走过未来的每一天。 有一次,在接受采访时,杨子提到她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实现自己的梦想,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。 而肖战则表示她会一直陪在她身边,帮助她实现这个目标,这种共同成长的美好愿景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稳固,对于许多粉丝来说。 杨子和肖战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CP,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生活中,两人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和深厚的感情基础。 粉丝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照片和视频,表达对他们的喜爱和支持。 有一次,一位粉丝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话题,警号杨子肖战永远在一起警号,很快就得到了数万人的转发和点赞。 这种热烈的氛围不仅反映了粉丝们的热情,也体现了杨子和肖战在大家心中的重要地位。 总之,通过观察杨子和肖战对待彼此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其他演员的互动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心中最爱的一直是对方。 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情感纽带不仅让他们成为了圈内的模范情侣,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一起走过更多风风雨雨,共同创造属于彼此的幸福生活。 在拍摄《余生》,《请多指教》之前,杨子和肖战并不熟悉。 虽然两人都曾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,但真正有交集的机会并不多。 因此,当剧组宣布他们将成为该剧的男女主角时,不少粉丝都感到惊讶和期待,初次见面时。 两人都有些拘谨,毕竟,他们即将在剧中饰演一对恋人,需要有一定的默契和感情基础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在拍摄过程中的互动越来越多,也逐渐找到了彼此之间的感觉。 在剧组里,杨子和肖战经常一起讨论剧本,排练戏份,他们互相学习,互相鼓励,共同进步。 在拍摄过程中,两人也时常会有一些小摩擦和误会,但每次都能迅速化解,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。 随着拍摄的深入,杨子和肖战之间的默契也越来越好,他们开始懂得如何更好地配合对方的表演, 如何在镜头前展现出最自然,最真实的一面,而这种默契也逐渐延伸到了生活中。 在剧组里,杨子和肖战经常一起开玩笑,打闹,他们互相调侃,互相照顾,就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样。 每当有媒体或粉丝问到他们的关系时,两人总是笑着回避,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和关爱。 有一次,杨子因为身体不适而请假休息,肖战得知后,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,赶到杨子的住处探望他,他带来了水果、零食和慰问的话语,让杨子感到十分温暖和感动。 而杨子也在康复后,第一时间回到了剧组,继续和肖战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。 在娱乐圈中,明星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往往能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,而杨子和肖战对待其他演员的态度,也恰好印证了他们之间的特别。 在拍摄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时,杨子和肖战与其他演员也有着不少的合作和互动。